这是世界上最昂贵的艺术单品 曾一度估值高达35亿美元 而她那诡异的微笑也困扰了人们 长达500年之久 这就是出自于达芬奇之手的蒙娜丽莎 而她那诡异的微笑之下 到底隐藏着什么惊天秘密 有研究人员利用微表情理论得出过结论 在蒙娜丽莎的微笑中 含有83%的高兴 9%的厌恶 和6%的恐惧 以及2%的愤怒 当你直视蒙娜丽莎的嘴巴时 你又会惊奇地发现 其实她并没有怎么笑 而当你看着她的眼睛时 又会觉得她一直在对着你微笑 不管你从哪个角度去看她 似乎都在对着你笑 这也是蒙娜丽莎最让人捉摸不透的原因 这也令无数学者对蒙娜丽莎 产生了极大的研究性质 现在我们把两张图片拼接起来 这时你会惊奇地发现 画中间的上方竟然出现了上帝的身影 而上帝仿佛还在祈祷着什么 在上帝的下方 竟然还出现了一张外星人的面孔 那上帝为什么会在外星人的头顶上 进行祈祷吗 这到底向人类预示着什么 也有人说 这很有可能是一把离开地球的钥匙 可能达芬奇在画完这幅画之后 就已经逃离了地球 但关于蒙娜丽莎画中的秘密 科学家们至今都没解开 一位美国业余画家罗恩 就在研究蒙娜丽莎时 在蒙娜丽莎的头部周围 发现了一系列动物头像 分别是狮子 猿猴 水牛和蛇 这也是令无数人费尽心机 都想要解开的秘密 因为达芬奇不仅仅只是一名画家 他还在科学 工程学 数学 医学 哲学 植物学等多个领域 都有着极深的造诣 可以说他是一个有着极高天赋的天才 爱因斯坦曾说过 如果达芬奇当时把自己的绘画手稿公布于世 整个欧洲的科技最少能前进上百年 这也不得不让人怀疑 达芬奇到底是不是外星人 而且达芬奇在创作蒙娜丽莎时 前后一共花费了四年时间才画完 直到去世前都一直把他带在身边 其实蒙娜丽莎并非女主人的名字 女主真正的名字叫丽莎格拉丁尼 她是达芬奇的邻居 并且从她的穿衣以及她的双肩裙装来看她 极有可能是一名孕妇 因为这种穿衣风格叫做加尔内罗的打扮 这在当时可是孕妇的专属服饰 如果你在仔细地观察 还会惊奇地发现 蒙娜丽莎竟然没有眉毛 科学家们还使用了多光谱照相技术 竟意外地发现了蒙娜丽莎肖像下面 竟然还隐藏着另一张女性的面孔 跟我们现在看到的蒙娜丽莎的画像 完全不一样 那极有可能是这幅画最初的模样 那她为什么又会变成现在的模样呢 恐怕我们永远也无法得知了 而关于蒙娜丽莎微笑的秘密 可能也将永远地被封印在她那神秘的微笑之下 感谢观看